对不起 你别怪他 他小时候受的伤太重了 你确定 你千万别骗我啊 我现在的心脏可脆弱了 受不了一点打击的 我干吗要骗你啊 之前是怕你心里难过 都没有跟你讲实话 以前只要是提起你 反正哪怕是有关于你的事情吧 他都很坚决的 绝不可能 现在不一样了 他语气变了 天要亮 什么 就一个字 吃 干 神经 阿娇 谢谢 走了 下班了啊 你先走吧 我这马上也就完了 什么工作非得现在做呀 你不能这样 天天加班 身体不要了 以后你别这么关电脑了 这电脑会损伤的 走吧 请你吃好吃的 走 你请我喝汤啊 也没有很晚吗 工作 你不是喝汤吗 走这边 我们今天换一家尝尝 换哪一家 到了你就知道了 什么呀 还有多远啊 问你还有多远啊 到了 到了 就 就这家 就这儿啊 这汤好喝吗 好喝 姐 让我们先进去吧 好 行吗 就在里边 我 我先去买个东西 这就回来 你等等 我先去买个东西 这哪是喝汤的 这根本就是个西餐厅 喝那个奶 奶油膜 奶油膜 蘑菇汤 阿娇 你到底在搞什么 这是李一鸣干的对不对 是 他想干什么 你那么聪明 难道猜不出来吗 他要跟你表白 其实这十年之间 他做的每件事 说的每句话 甚至每分每秒 都在向你表白 我不信你没有感觉 这辈子要是有个男人 这么对我 我死都愿意了 当然你不一样 是 我不一样 不 不是 简爱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你看你 你不一样 因为你是简爱呀 对吧 你肯定 你这么 行了 你别说了 我怎么想的 你不知道吗 你这么帮他 简爱 李一鸣为了这一天 已经努力十年了 你瞧 你还没有 你 vill 你怎么说 你怎么还 我 不是 帮我 你 我 是 对不起 你别怪他 他小时候受的伤太重了 没关系 他不来人好 就算什么都没发生过 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 同学 老夏 搭档 战友 李一鸣 你没事吧 我哪有什么事 我从小到大远远 没心没肥长大的 我从来不曾走远 就一个好处 他太会缩 那些命运的黑夜 是我太过的疼 我可再痛 再难过 还不想说再见 睡一觉就好了 睡一觉 虽然救你那是林恒之 但是我觉得 李一鸣对你的感情 跟他相比丝毫不差 甚至比他还深 当然了 这要取决于你了 你爱谁 我和李一鸣 当然了 我跟林恒之也是不可能的了 那李一鸣呢 他有可能吗 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呢 还是不敢 你怕受伤是不是 爱和伤害啊 总是形影相随 但只要你 真心地投入去爱 哪怕是最后的伤害 让你一生都深陷痛苦 你仍然不会后悔 当初的投入 简爱啊 勇敢一点 是要再爱一次 哪怕错了又怎么样呢 别害怕